现代机场要向其呼既要靠实力也要有一定的求职技巧 在这方面朱和亮可是一个牛人 出战之前他只是一介不易 结果他连石齐招最终被刘备聘为军师 那么朱和亮先生都有哪些高超的求职技巧 他的成功又能给我们找工作带来哪些启发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向朱和亮借智慧之求职的学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人都会遇到求职找单位的问题 怎样才能从人才堆里脱颖而出 被用人单位接受 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 懂得自我包装展示的求职技巧也很重要 这里面大有学问 在这方面 孔明先生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在见到黄叔刘备之前 诸葛亮只不过是一介不已 为了谋求一个好的前程 孔明先生饱足了劲儿连石起招 想了很多吸引刘备眼球的办法 最终达成了心愿 被刘皇叔聘为军师 在自己的求职履历表上 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那么在刘备三顾茅庐的过程当中 诸葛亮究竟运用了哪些高超的求职技巧 他的成功又能给我们找工作 带来哪些启发呢 北京邮电大学赵玉平博士 在风趣幽默中为您麻辣说三国 敬请关注百家讲谈系列节目 向朱可亮借智慧之求职的学问 东汉建安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207年的十二月 正是龙东时节 天下着鹅猫大雪 在荆州新野县的关道上 顶风冒雪跑来几匹战马 只见打头这个人有四十多岁年纪 身高七尺五寸 长手大耳容貌威严 虽然雪花已经落满了头和身上 但是他依然快马加鞭 并且不断的催促后边的人也加快速度 这个人是谁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赫赫有名的三国英雄 刘备刘玄德 您说这么大的冷天 而刘备不在温暖舒适的府衙里待着 他跑这荒郊野外来做什么 刘备这是去拜访一位高人 这位高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 史书上记载说 这个冬天刘备前后跑了三趟才见到诸葛亮 而历史就是因为这三次拜访被改写了 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 刘备寻访诸葛亮相当于领导上门主动招聘 大家想想我们找工作 咱西装领带描眉画眼主动到人家那去 人家都未必相忠你 但是你看人诸葛亮 往家里边一坐 领导顶风冒雪来找 居然可以不搭理 而且越不见领导越上瘾 一次不行 来了两回三回 我们不禁要问了 你说孔明先生用了什么方法 就给自己造就了这么大的吸引力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研究 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种求职的问题 我认识这么一个咨询顾问 小伙子有才华有能力 口才也不错 猎头公司找到他 给他推荐到一个大公司去就职 他本来挺有信心的 就去面试了 结果面试完了以后灰溜溜就回来了 往上一坐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 本来我觉得自己挺棒 我挺有信心的 等到那公司去了才发现 你棒比你棒的人有的是 你是人才 比你是更人才的人有的是 别说展示才华 连个基本印象都留不下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这个年代 你有本事容易 但是你让别人相信你有本事 并且能脱颖而出 这个就比较难了 诸葛亮当年在荆州 他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的时候 因为荆州这个地方 它比较太平 所以很多高人能人都避乱到了荆州 再加上本地的人才 荆州真是人文汇萃 人才祭祭 在这么高的一个人台平台上边 诸葛亮如何脱颖而出 但是诸葛亮用一些很有效的方法 他居然做到了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 一个人才要脱颖而出 它的基本公式是什么 成功等于能力加态度加机遇加包装展示 这四条缺一不可 我们这个年代 你看看 你是能人很容易 你让别人相信你是能人 这个就不容易 诸葛亮用了办法 就让别人相信了 用的是什么办法 就是包装展示的技巧 所以大家看到 找工作简历需要包装 做企业产品需要包装 谈恋爱 帅哥美女需要包装 竞选拉票 连美国总统都得包装 这就是那句俗话 人配衣帽马靠安 包装到位就领先 要想找到一个好单位 谋求一个好职位 有才能是基础 想让用人单位知道你 认可你 还要包装展示自己 这种情况 祖葛亮当年就遇到过 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好的职位 他琢磨出一套非常有效的办法 最终脱颖而出 在大汉皇叔刘贝手下 当场的军师 那么为了吸引刘贝眼球 孔明先生究竟用了哪些求职技巧呢 你翻开历史会看到 诸葛亮的起点不高 一个山东青年 父母双亡 背井离乡 来到湖北荆州地区 他跟着了叔叔诸葛玄来的 结果这叔叔不久就去世了 诸葛亮无依无靠 带着弟弟诸葛君和两个姐姐 艰难度日 真的就像他在出师表中写的 他是功耕于南洋 苟全性命于乱世 这两句话写得很心酸 大家想想 一个知识分子官宦人家年轻人 20岁左右年纪 从头学种地 真得公耕种地 知识分子种地 估计一开始连土豆长在树上 还是地上都没这么明白 黄瓜花 茄子花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 那也得干 而且无依无靠 连个住处也没有 什么商品房 连租房 经济试用房 什么房也没有 只能住在一个草炉里 大家想想 什么是草炉 用现在话说 远郊区城乡结合部搭一个伪装建筑临时安身 他就这样 不容易 所以诸葛亮可没有电视上演得那么潇洒 其实他当时的生活状况 特别像我们北京刚毕业住在远郊的大学生 在找工作 安排生活上遇到了双重的困难 但诸葛亮有办法 如何摆脱困境 如何走向事业的辉煌 诸葛亮是使用了一些非常有趣的 也非常值得借鉴的经典技巧 就靠着这些技巧 诸葛亮27岁的时候就登堂入室 找了一份特别棒的工作 而且走向了事业的巅峰 你说诸葛亮他用的是怎样的技巧 我们给他总结 有这么四条比较典型的技巧 第一条技巧叫做借助口碑迅速冒尖 你不是人才多 我给你来个脱颖而出 我冒尖 诸葛亮冒尖的时候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口碑 在这个传播口碑的过程当中 有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第一个人 此人名字叫徐树徐元直 就是俗话说的 徐树进曹营一言不发 那个徐树 你翻开三国志以及有关史料 你看一看 徐树这人了不得 少年的时候是喜欢建树 而且武功很高 并且豪侠仗义 说徐树这个人 为了给别人报仇 不是自己的仇 别人的仇 首剑杀人 被政府给抓住了 官府抓住了 受尽了酷刑 咬牙打死也不说 就没说 后来被同伙救出来了 救出来以后 从此徐树弃武从文 专心做学问 后来徐树就到了湖北荆州 诸葛亮也到了荆州 诸葛亮就很主动的和徐树发展了这种感情关系 变成朋友了 徐树这个人属于文武全才 经历过苦难的磨练 敢想敢干 突破型人才 后来徐树主动的到新野县去见刘备 刘备很欣赏徐树 就给了一个徐树很高的一个官职 让徐树做军事了 两人就聊天 这徐树就很认真的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刘备就问徐树 说诸葛亮这人才华如何 徐树说诸葛亮的才华不可限量 他比我高十倍百倍千倍 本来徐树水平就挺高了 刘备一听诸葛亮比徐树高这么多 于是刘备对诸葛亮的轻木指数蹭蹭蹭就长上去了 刘备就决心 我得把诸葛亮这人请来 所以你看 在没有见到刘备之前 诸葛亮的朋友已经替诸葛亮树立了口碑了 这个方法叫观人观交 什么叫观人观交 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看这个人什么样 你就看他周围的朋友 关系密切的人什么样 通过看这些人 你就能知道这个人什么样 咱们老百姓话叫做跟着百灵鸟的一定会唱 跟着千里马的一定会跑 你就看他周围的人就行了 所以你说当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得看他周围的人 当我们要展示自己的时候怎么办 你说我自己夸 你自己夸那叫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你说的优点没人信 你说的缺点大家都信 这就是自夸的坏处 你说怎么办 把我身边一两个优秀的朋友介绍给大家 对吧 展示这一两个 立刻你这个层次就上去了 所以这句话总结起来 叫做展现身边人可以提升自己 观察身边人可以了解别人 在徐述给刘备介绍完诸葛亮以后 还有两个人对诸葛亮脱颖而出冒尖起了关键作用 这两个人 一个是司马辉 资质通鉴上记载 说刘备为了寻访人才 就去拜访荆州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司马辉 说先生 你说说荆州他有什么人才 这司马辉就说了 司马辉说什么 说儒生俗世 启食食物 食食物者为俊解 此间自有福隆奉处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说那些儒生都是俗人 他们不了解天下大事 真正了解天下大事的 我们这有两个牛人 一个叫福隆 一个叫奉处 马上就问 说福隆奉处是谁 司马辉就说 福隆就是诸葛亮 奉处就是庞统庞世元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进入刘备的事业 这个问题 我们要看三国演义二故茅庐的一个小细节 这个细节露出了答案的端倪 这个细节是这样的 我们开头提到了 刘备顶风冒雪来寻访诸葛亮 诸葛亮避而不见 刘备扑空了 这么大雪天得走 一看雪停了 刘备带着官张二人拉马出来 要离开 结果出了诸葛亮庄 见到对面小桥上来了一个人 一个重要人士 三国演义把这一段写得特别美 说刘备抬头只见小桥之上 来了一人 此人头戴暖帽 身披糊球 骑一驴 带一轻衣小铜 拿一个酒葫芦 踏雪而来 而且一边走一边还在 吟着一首诗 这诗的境界很高 刘备吟语曰 听到吟的是什么 说一夜北风景 万里铜云厚 骑驴过小桥 足探梅花兽 刘备一见 见高人不可交臂诗之 我得跟他认识认识 刘备就上前了 说先生 你带名片了 咱俩换一下 一认识刘备发现 这人是谁 这个人是荆州名士 叫做黄承燕 这人实际身份是诸葛亮的岳父老泰山 咱们讲一个女婿半个儿 为了诸葛亮的工作问题 岳父老泰山亲自奔走了 现在也是这样 你归去找一个外地的人要留北京 你不得帮他张罗张罗 道理是一样的 说到这儿 咱们就得谈谈诸葛亮婚姻的问题 这个婚姻很了不起 《襄阳记》上记载 说黄承燕老爷子那是荆州名士 背景很深 实力很强 有很大影响力 但是黄老爷子他有个烦恼 什么烦恼 各位都知道 这烦恼叫生个闺女丑 找不着男朋友 后来黄老爷子找到诸葛亮 就说 听说你正在找女朋友 说我有一女 相貌一般 但才华和你很般配 后来在黄老爷子促成之下 诸葛亮就和黄小姐结成婚配 结婚了 这一下 诸葛亮就登堂入世 首先获得了荆州皇室家族的支持 诸葛亮选了黄小姐 首先第一个惊喜 给她带来了一个贤惠的妻子 中国人讲一代好媳妇 十代好儿孙 另外诸葛亮这次结婚还给她带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诸葛亮的丈母娘姓什么 老夫人姓蔡 蔡氏家族 那可了不起 为什么了不起 我们从根上捣 刘表当年到荆州的时候 单枪披码 人单是孤 没人来支持 谁支持刘表坐稳了荆州刺史的位置 是蔡氏家族的儿子蔡茂 她联合地方豪强支持刘表 所以刘表后来把荆州的军事指挥权交给蔡茂了 蔡氏家族是荆州官场里边特别实力强大的一个家族 所以蔡老夫人是蔡氏家族的人 这样顺理成章 诸葛亮不但整合了蔡家的人 整合了皇家的人 而且获得了军界政界的支持 有了这么一个平台 诸葛亮接触的人多了 展示了机会多了 他的才华逐渐的就被周围的人认可了 于是他就冒尖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就看一看了 口碑有了够不够提升 不够 到底真行不行 这个你得展示出来 于是诸葛亮为了自己事业成功的又想了第二个办法 这个办法叫做制造差异吸引眼球 让你们注意我 他怎么做的 我们来回到《三国》里边看这么一个章节 《三国演义》第37回 叫做司马辉再见名士刘玄德三顾茅庐 这里面就说司马辉来找刘备 跟刘备再次谈到了诸葛亮 司马辉老先生怎么介绍诸葛亮 他介绍的很独特 说诸葛亮这人跟别的同学不一样 同学们都做那读书 认认真真钻研学问 唯独诸葛亮叫独官大略 什么叫独官大略 看看目录 看看主要观点 开头结尾一看 书和上 对吧 扔着不看了 别人做点钻研的时候 诸葛亮坐在旁边 报夕长效 然后拿手指点着下面的同学说你们这些人都可以做到刺史俊手 大家问诸葛亮你能做到什么位置 诸葛亮笑而不达 由于学习特别差异化 职业目标又特别高 诸葛亮在整个同学团队中显得确实很不一般 同时诸葛亮还给自己整了一个概念包装 他怎么做的概念包装 诸葛亮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叫卧龙先生 另外把自己住的地方定名叫卧龙港 大家想想 龙中国最尊贵的动物 高高在上 顶礼膜拜 那是number one 诸葛亮说我就是龙 他在强调我是荆州第一名士 他在强调这个概念 同时为了让大家更加认识自己 诸葛亮紧跟着自比管仲悦翼 了解历史的同志 大家翻翻历史能看到 管仲辅佐齐桓公 九和诸侯一旷天下称霸中原 那岳翼辅佐微弱的燕国 组成联军打败强大的齐国 联下齐国七十二座联城 这两个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二十多岁的诸葛亮把大手一挥 说这两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我和他们一样 到一家单位求职如果过于低调 用人单位会认为你心虚没能力 聪明的诸葛亮就深谙这个道理 所以他一直表现得非常高调 当然在求职的时候 高调也要有前提 你得有这个能力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可以高调出场 他打的这套高调牌还会出什么新招呢 这就是诸葛亮的智慧 诸葛亮为什么要走这策略 这策略叫高举高打 我有实力 有支持 又有平台 我为什么不高举高打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为人处事 大家记住 懂得保持低调 这叫品格 会运用高调 这叫智慧 你别总低调 你总低调 你会失去机会的 高调的策略 代表着诸葛亮有一个决心 什么决心 我一定要做荆州首席人才 说到这里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非得做首席 当第一就那么好吗 是虚荣吗 这不是诸葛亮虚荣 是诸葛亮聪明 心理学研究发现什么 只有第一才会被别人关注 第一名大概能吸引95%的人关注 第二名大概只能吸引34%的人关注 第三名吸引12%的人关注 从四名以后没人关注 我来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问大家世界第一高山峰是哪山峰 想也不想诸穆朗玛峰吗 不过你别得意 我问你世界第二高山峰是哪山峰 有人说乔葛里峰 好 你也不用得意 我问你世界第三高山峰是哪山峰 这个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了 不管这山有多高 他都会被忘记的 因为他是第三 有了这样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思想 有了这样的包装 诸葛亮真的 也吸引眼球了 但你想 有了口碑了 吸引眼球了 接下来怎么做 诸葛亮给自己事业进步导演一出大戏 这个大戏就叫做欲擒故纵激发需求 什么是欲擒故纵激发需求 说到这儿 我们想谈另一个问题 咱们先谈一个小问题 这个小问题就是对三国故事的理解 我们谈的理解 咱们再谈诸葛亮这部大戏 我们认为三国当中有两个诸葛亮 你说老师不对 一个怎么会是两个 一个叫诸葛亮的真神 就是三国志资质通建史书中记载的真实的诸葛亮 它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个叫诸葛亮的化身 就是三国演绎等等小说创造出来的 虚构出来的诸葛亮 但你别看它是创造的 但是诸葛亮的化身 它包含着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经典的智慧的结晶 所以我们解读诸葛亮 我们既要解读人物看历史 更要传承这份智慧 并且传播这份智慧 所以讲三国一定既要讲真身 也要讲化身 我们的观点叫做不讲真身就没有根 不讲化身就没有魂 咱们要把它联合起来 对照着讲 看真身 看历史 真实 看化身 咱们学点做人做事的智慧 实际上关于三顾茅庐 诸葛亮给自己包装的这件事情 它是既有真身智慧也有化身智慧的 三顾茅庐它有个重要的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一把手刘备的心情 诸葛亮是准确的吃准了刘备这个心情 才导演了三顾茅庐这出戏 你说刘备当时什么心情 两个字 一个字叫疑 怀疑的疑 一个字叫疾 召疾的疾 三顾茅庐之前正是刘备事业的低谷阶段 大家看看三国的故事 你能知道 刘备自出世以来先依附公孙赞 后来投过曹操 投过袁尚 投过吕布 刘备可以说是三国里边公司跳槽最频繁的职业经理人 跳到这里太多了 而且跳了那么多公司 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讲人是自己看不见自己的 你要看清自己的脸 你就需要一面镜子 你要看清自己的心 你就需要另一个人 刘备身边就缺这么一个帮他反思过去规划未来的人 所以他才走弯路 最后在北方 混不下去了 只能到荆州来投刘表 在荆州刘表手下 刘备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 带着关羽张飞憋去在新野小县里边 但是这时候环顾天下局势已经变了 群形割据的局面都已经过去了 天下的局势渐渐明朗起来 你看孙权 具有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豪杰一府 雄兵几十万 那称霸一方 你再看曹操 横扫中原打败了强大的敌人袁绍 势力一直发展到辽东半岛 所以我们说这两位英雄 一个叫横跨南越引马长江 一个叫东林结石一关沧海 事业红红火火 但是你再看看刘备 四十多岁人了 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 只能借那么地方憋去 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他肯定很着急 对这样又急又疑的人用什么方法最好 四个字 欲擒故纵 诸葛亮就使用了这个策略 导演了三顾茅庐的一出 非常有趣的案例 在三顾茅庐当中 我们注意到有几个小细节 特别体现诸葛亮的智慧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话说一顾茅庐的时候 是个晴朗的日子 刘备带着关张二人 就到了龙中了 远远的就望见 山下有几个农民在那种地 这农夫一边干活一边还在唱歌 刘备隐隐约约听到 农夫们唱的是 苍天如圆盖 陆地似棋盘 南阳有银者 高棉卧不足 刘备一听 这歌境界很高 于是刘备就策马过去问 说你这个歌谁写的 农夫说 这是孔明先生诸葛亮写的 说到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农夫来唱这歌 他肯定不是音乐电视网络下载 他跟谁学的 他肯定有老师 老师是谁 这老师就是诸葛亮 大家想想其实这事挺搞笑的 说是隐居在龙中 居然利用业余时间到村里边小学 叫老百姓唱歌 当音乐老师 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只有一条 就是宣传自己 虽然叫隐居 但是传播工作一直就没有结束 一个真正有成功意识的人 随时随地要做传播 而且一定要从身边人开始 从眼前人开始 传播哪有成功 所以我们的观点叫什么 你卖冰啤酒 你卖的是诱人的泡沫 你卖煎牛排 你卖的是火爆的滋滋声 一个成功的人 他是要有传播技巧的 诸葛亮他就是在借这样的传播工作 帮自己提高人气 第二个细节 这个细节展示了诸葛亮另一个智慧 前面那叫传播智慧 第二个细节说的是什么 刘备找到了诸葛亮的住址 赶紧去 就到了诸葛亮的庄前 当当当扣门 小童子出来了 刘备很谦虚 对谁都很谦虚 上去一拱手 一作一 说有劳先童转报 就说大汉左将军 宜成廷侯 领域周末 皇叔刘备 小童说 你们几个人 你怎么这么多头侠 我记不住 刘备说 就徐克 你就说刘备来访 小童说 我家先生不在家 出去了 而且自始终就挡在门口 不让刘备进 大家想想 诸葛亮是真不在家 还是假不在家 估计是后者 为什么 首先 刘备那么多头衔 那么高的职务 那么大的身份 大老远的来了 你坐 让你家里 让你歇歇腿 喝口水 总是应该的 这是常理 我跟大家讲 这就是诸葛亮的一个高明之处 诸葛亮想两件事情 第一 你来请我 你是真心 是假意 就算是真心 您这真心能维持多久 这我可不知道 我得考验考验你 第二 你找我 我就见 你让我去 我就去 得到的这么容易 你知道珍惜吗 你不知道珍惜 对吧 心理学的规律就是这样 一个东西越费周折 你越珍惜 一顿饭等得越久 它越好吃 我得让你费点周折 我不能这么轻而易举的 我就让你得到了 人就是这样 我让你得到的太容易了 你就不知道珍惜了 这个特律就叫主观上很愿意 客观上不容易 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例子 男生跟那女生说 你嫁给我怎么样 女生心里很愿意 但女生说什么 女生说 这么大的事 我得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 过两台男生又问 你妈同意了吗 女生说 我妈出差了 上欧洲了 等她回来再说 反复几次 过两台 那出差的终于回来 女生告诉你 男生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妈愿意了 于是你看 一段幸福的感情就开始了 你再这么想 男生跟那女生说 你嫁给我怎么样 女生说 你怎么不早说 我早想来 咱们再办证学了 一定吓得那男生说 我逗你玩 你会把他吓跑的 所以实际上好东西就得有周折 取真经你就得有九九八十一难 第一是看他的真心 第二是训练他的投入 让他珍惜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诸葛亮策略就是 你找我上你那儿打工这件事 我是很愿意的 但你找我是不容易的 你找到了我 咱们再说 一顾没见到人 二顾又没见到人 刘备胃口被高高的掉了起来 等到三顾茅庐的时候 他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诸葛亮 我跟你说 刘备看着诸葛亮 心里什么感觉 就一个词 兴奋 面对诸葛亮 刘备就感觉眼前全是光圈 一圈一圈就套在诸葛亮身上 刘备感觉就一条 诸葛亮太亮了 他特别的喜欢 但是大家想在这种情况下 诸葛亮应该怎么做 有人就说了 当然你看人家等你这么久 现在来了 我们既然要跟他干 立刻展示 立刻通电大放光芒 把我平生所学都给他展示一下 你说这样行不行 我们讲这样也行 但境界不高 高人自有高的方法 诸葛亮用的就是另一个更高明的策略 这个策略叫什么 叫做高调出场低调说话 什么叫高调出场低调说话 话说刘关章三人又来扣庄门 第三回了 当当当敲门 小童又出来了 刘备说有劳先童转报 就说刘备前来拜访小童一乐 说你赶上了 这次我家先生在家 不过在堂上睡觉还没醒 刘备高兴 总算碰叫了 卧龙卧龙就应该睡觉 这看来是真卧龙 于是刘备就把官张二人安排到门口 自己轻手轻叫 大家注意这一个轻手轻脚就描写出了刘备的心情 轻手轻脚镜样 看到诸葛亮躺在堂上 刘备规规矩居站在台阶下边 他站着 站了半赏 这两个人一个人展示战功 一个人展示卧功 门分不动就在这待着 站了半赏 大概有一个小时了 门外的张飞忍不住了 张飞管子三七二十一 大吼一声冲进堂来 说这个烂人要不出来 我去放一把火在屋后 我把他给烧出来 对吧 你什么诸葛亮 对吧 我见不到火煮 我见一个烧煮 我把他给烧出来 这关羽赶紧把张飞给劝住了 刘备说快走快走快走 把两个人给推出去了 回过头来依然规规矩居站着 诸葛亮依然在那安稳不动的躺着 大家注意我们都知道张飞是个大嗓门 有书为证叫当阳桥头一声吼 鹤断桥梁水倒流 就这么大分贝的噪音 诸葛亮愣没醒 你想想这是真睡还是假睡 他根本他就是假睡 他为什么要假睡 道理很简单 还是为了考验刘备 刘备当然看得出来 刘备心里有底 他越是不见我 越是给我做周折 做困难 这个人越是有水平 刘备就认准了这一条 他肯定有水平 而且诸葛亮这样做客观上讲 还在成全刘备 为什么成全刘备 你刘备不是求贤若渴吗 现在你为了找一个小小的隐士 就这么努力 这么投入 这么真诚相待 这件事要传播出去 这叫做软广告 天下人都知道你李贤下士 那时候你能吸引的人才就不止一个两个 诸葛亮其实也在成全刘备 所以更准确的说 三顾茅庐是刘备诸葛亮联合导演的一个人才招聘秀 两个人都各自扮演了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就这点事 就张飞这种人看不出来 诸葛亮在躺上一边躺着一边佩服刘夕德战功真好 刘备在下边站着一边站着一边佩服诸葛孔明 睡功好高 对吧 你说面对面以后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诸葛亮点点头 说刘将军 我读了你的书信 你幽国幽民之心让我非常感动 但是我年幼才书 没什么水平 我怕耽误你的大事 刘备你听就急了 刘备说不可能 说到这里头 我们又要想一个问题了 诸葛亮这么大才华 把事做得这么足 为什么见刘备面的时候 他不直接说 反而要谦虚低调 甚至有点自我贬低的味道 这里边就包含着中国人一个传统的经典智慧 这个智慧叫以退为进 就说先说自己不行再展示自己狠行 用低调的语言来衬托自己的才华 这种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 它可以提高满意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咱参加一比赛 人家问了 赵老师你水平怎么样 我怎么说 我说当然是天下第一 结果一比赛我得个第三名 周围群众说 这么狂妄一个人 他说的是第一 你看得一个第三 你看我满意度降低了 你再想 大家问赵老师你水平怎么样 我说也就是前二十名 一般一般 结果一比赛我得个第三 群众说一般一般就全国第三 这厉害 你看我满意度就提高了 谦虚低调可以提高满意度 所以我们讲谦虚不光是一种美德 它是一种生存智慧 紧跟着谦虚低调还有第二个好处 我等你着急了我再说话 这叫你不着急我不出主意 因为我出了主意你不当回事 这样你印象才深刻 所以诸葛亮这策略就叫以退为进 我们在为人处事当中 你也可以借鉴这个策略 一只拳头 要想打得有力 只有收回来再打出去 一个人要想展示的充分 你只有先低调再高调 他这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在把事作足了以后 看火候差不多了 诸葛亮这才顶退左右之人 然后给刘备展示了一套天下形势策略 一套整体方案 给刘备展示出来说了 这一说不要紧 只说的刘备心里波云渐日豁然开朗 这后来就引出了火烧赤壁 占荆州收四川 占汉中天下三分 所以有后人赞到 说诸葛亮这个人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这一年诸葛亮只有27岁 那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诸葛亮虽然有很高的求职技巧 但三顾茅庐毕竟是一个特例 生活中 我们遇到的求职问题会更多更复杂 有些技巧直接照搬 显然是不可取的 只要能从中获得一些智慧的起敌 对我们来说就是成功的 当然 生活中的难题还有很多 其中就包括求人帮忙的问题 那么诸葛亮在求人帮忙上 都有哪些技巧我们从中又能获得怎样智慧的启迪和帮助呢 请看下集求人的技巧 我们每个人都有求人帮助的时候 困难面前我们究竟该求谁帮助 怎么求人帮助呢 在这个方面诸葛亮就有很高明的智慧 他在求人帮助上既有常规的技巧 也有高人意囚的谋略 从他身上 我们能得到怎样的启发和帮助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向诸葛亮借智慧之求人的技巧